首先我们先加20毫升的这个透明浇水到烧杯里面去 加好以后我们再加1.5毫升的2%的烹沙水溶液 然后把烹沙水溶液加到白胶里面去 然后快速的搅拌 我们把做好的这个液型的话先在手上搓揉 接着的话我们可以试拉伸展一下透明浇水的延展性 接下来的话是QQ球的制作 首先的话我们先在烧杯中置入15毫升的透明浇水 再加入1.25毫升2%的这个烹沙水溶液 接着的话呢我们把这一个烹沙水溶液很慢的加入这个浇水当中 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浇水的话呢要做快速的这个搅拌 制作完成的 这个QQ球的这个弹性 好再一次